接着带您来看到花莲吉安圣南宫 8号举行为期9天8夜徒步繁腐禀报 县长徐真卫 立委傅昆奇 圣南宫主委吴建志等人 与信众们前程膜拜 感恩妈祖三年来赐福庇佑花莲 并燃起马炮 恭送妈祖回鸾 登教科医现场布置专业数目 供奉各式共评 县长徐真卫率领各居宿首长 遵行鼓励脸乡前程敬拜 感谢妈祖在今年来疫情四年之际 让花莲展现韧性 让世界看见花莲的生命力 几百集出之后 由信长许真卫 刘福庚奇 简安详的由苏贞 香气更点燃一门骑马炮 宣告台南土城正同入门圣武庙文管沙妈 正式起家回轮 许多心中与地方士生 接前往共襄盛举餐饮盛会 恭送文管沙妈共募神恩 我想特别感谢台南正同入门圣武庙 然后能够让圣南宫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文管三妈 第八号的妈祖 也是我们全台的路跑妈祖 在圣南宫住家 那已经住家了四 三到四年 这段期间也非常感谢 能够来守护我们东部的太平洋 那这次也为了感电这个妈祖 所以我们特别这个也是花恋来 有史以来的第一招 我们决定这个徒步九天八夜 所以要走到我们这个入门圣武庙 反腐禀报 台南正同入门圣武庙 长久历史以来 蕴含着众人 令人津津乐道的神迹以及典故 近年来 文管沙妈又称入门 妈祖名声更是广为人知 在一年机会之下 文管沙妈住家与太平洋一方 在花恋圣南宫打三年之久 两年前这样的一个姻缘 其实我们正同入门圣武庙 文管沙妈八号 在当时因为我们的 马拉松的跑者背着他 然后环台路跑祈福 为台湾祈福 想不到因为这样的姻缘 就在我们吉安圣南宫住家了 这么些年的时间 然后呢 也在这边 结下了很多很多的缘分 但是总是要有回去的一天 刚好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们落门圣母庙42周年 也就是三建42周年的这个祭典 即将到来 那么文管沙妈呢 也要回到我们落门圣母庙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 这一次非常感谢 在住家期间呢 我们圣南宫 我们的吴建志 吴主委 以及全体的委员 监察 代表等 对我们文管沙妈的一个 敬拜 然后也让我们在这边 跟我们东部的相亲 结了很深的缘分 深深的代表落门圣母庙 谢谢我们花莲的乡亲 随着疫情的结束和工商的复苏 妈祖指示 需要返回台南府城 正统落门圣母庙 并命名为凡府禀报 在正式派任 驻太平洋之大使妈祖 自奎卯年2023年开始 每年将领选派任大使妈祖 以及年底 由太平洋一方 传福禀报 将成为每年东西两岸 最令人期待的宗教盛世 象征着信仰 以及文化的持续交流 以及对文化价值的 生根尊重以及传承 コel 价值观其他的 机制当公司 使用 只是文化价值的 Sungval 价值观其宗 所以是文化价值观其宗 感到这些宗教尔 我们天使互价值观其宗